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期朝鲜半岛局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 火药味十足 一方面是美国和其日韩盟国对朝鲜放话 如果不在核问题上有退步 就要用火力相威 而另外一方面是朝鲜不顾多方的压力 仍然要进行导弹的试射 并且对话美国 如果一旦开战 必将奉陪到底 那么究竟半岛的问题是必须要有一战 还是可以有和平的方式解决呢 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来为大家梳理 首先来认识他 杨夕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专门研究亚太地区安全问题 他曾担任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 还参与过朝核问题北京六方会谈 并策划和起草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纲领 919共同声明 杨夕宇做客世纪大讲堂 从大事业认知朝鲜的历史性困局 解析半岛局势的乱象 好 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演讲嘉宾杨夕宇先生 杨夕宇老师您好 欢迎您 开场白的时候也提到 关于朝鲜的态度的问题 对美国的这种施压 以及国际社会的这样那种舆论的施压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吗 在您看来 应该说是什么都不怕 因为怕也没有用 应该说呢 现在是朝鲜被逼到了一个死角 没有退路 就是当大兵压境的时候 你们可以想象 两个选择 要么就举手投降 要么就是像现在这样的表现 那么我想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它还有血气 有民族气节 显然第一项不是选项 那么只能就是硬抗到底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不要指望美日韩退缩 因为优势是确实在他们那一边 劣势是在朝鲜 这个事确实是这样 尽管朝鲜我前天看到一个社论 这是朝鲜今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 相当于咱们共青团发表一篇文章 说拥有无敌核武器的 而且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五百万朝鲜青年 一旦大怒起来 世界就将被炸得粉碎 尽管这个话是讲的 但是我想世界也不会炸成粉碎 五百万青年也不会大怒起来 但是这个话还是得讲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葩 但实际上是周而复始的现象 双方剑拔怒张都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 但其实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过火行为 好的 那么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朝鲜半岛的核与核 第二个核就是和平的核 好 我们掌声欢迎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不光是媒体 恐怕所有的百姓也都关心 朝鲜半岛能不能打起来 我说不能打起来 然后你自然就要问 朝鲜半岛为什么打不起来 现在我们都知道 好像是局势一触即发 而且美国动用了 前不久搞了规模最大的海美联合军演 而朝鲜也搞了规模最大的阅兵式 那么现在双方依然至少在言辞上互不相让 而且美国也做了一个 我就认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不是在朝鲜半岛 那是在白宫 特朗普总统把这个美国的参议员 请到白宫 干什么事呢 由美国的国防部长 马提斯 就是那个 曾经美国军工 把他携成为这个疯狗将军 就这个人可能打仗 由国防部长向美国的参议员们 吹风报告 朝鲜半岛当前的危险局势 这个在白宫和国会的互动史当中 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动作 我们都知道根据美国法律 特朗普现在是武装部队总司令 就是说他想打 他就可以调动军队 但问题不是这样 就是说 根据美国的法律 如果这个武装部队总司令 真要动用军队对外开战 诉诸武力的时候 那个事呢 得首先经过国会 这个参议院的批准 因此这个消息 引起了我的警觉 就是说 特朗普先生已经开始做公关工作了 可惜这公关工作不是为了和平 就是说你们这些参议院 你们掌握投票权的 你们给我听好了 现在朝鲜半岛是如何如何如何 万一我需要动兵的时候 你们投票 你得给兄弟投一票 这个动作本身 好像是波澜不惊 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实质性的动作 那么即便是这样 我依然认为朝鲜半岛打不起来 为什么呢 简单讲两个原因 第一呢 就是在朝鲜半岛 早就形成了一个所谓叫恐怖和平 或者叫恐怖平衡 什么叫恐怖和平呢 就是说 对立的双方 就是一边是朝鲜 一边是美国支持的韩国 就是说 你不许打我 你要是打我的话 你的结果很恐怖 比如说朝鲜说 我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 那个就很恐怖吧 对吧 同样道理 你朝鲜不能轻易 你再想发动1950年那样的朝鲜战争 你根本不可能做到 你要做到的话 那么你可能要面临的是灭顶之灾 那么这个结果也很恐怖 因此呢 双方各捏着一只 一只恐怖之剑 造成了半岛的恐怖和平 以至于每当半岛危机四起的时候 各方还都有一些顾忌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双方在恐怖和平之下 都在运用一个比较危险 但是比较聪明的政策 叫什么呢 叫战争边缘政策 所谓战争边缘政策就是说 我要把形势拉到战争的悬崖 我的动作好像就是要把这个形势拉到悬崖底 陷入战争 但我根本没想着让他拉 拉到悬崖以后 我戛然而止 造成战争危险的最大化 这就对对手造成压力的最大化 当压力最大化的时候 我就有可能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这个危险的红线的那个导火索是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 比如说朝鲜 别看他讲了很多这个放狠的话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当口 在当前的形势下 他有两件事 大家都猜了好多天 大家都就是预判说 他肯定要干的事了 这两件事他始终不做 一个呢 就是我们最近热炒的时候 说朝鲜要进行第一路是核实验了 他不做 第二呢 那么人说 他现在可能搞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实验 叫ICBM 这件事情 特朗普说了 你要是实验 我就把它打下来 如果做了这两件事情 美国一定介意 这就是双方在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时候 也非常小心翼翼的 不给对方发动战争以借口 当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半岛 好像要打起来这个局面 其实呢 叫似曾相识 过去二十多年 朝鲜半岛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 人们总是说 半岛战争一触几发 但之后又平息了下来 直到一段时间后 再次形成僵局 其实 这一轮一轮的半岛危机 呈现出了一种所谓 危机周期现象 第一次是93年94年的朝鲜半岛核危机 当时差一点就发生了 美国对朝鲜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 后来前总统卡特访问朝鲜 会见金日成 那么最后谈好了 最后就是 由于框架协议 那么就危机化解 但是到了98年出现导弹危机 02年的时候 又出现了这个浓缩又危机 到了06年 我说 好像半岛每四年爆发一次危机 我非常担心 今年是06年大家就笑 果然过了不久 06年第一次核危机出现 那么再往后 我们意识到呢 这个每四年一个周期的危机呢 开始在加快 在缩短 比如说06年之后 09年爆发了第二次核弹危机 然后紧接着一年之后 10年爆发了天剑事件 和盐冰岛炮击的危机 再接下来 就是13年 朝鲜宣布废除临时停战协定 那么15年之后 16年 我们看到的是 两次核试验 以及密集的导弹试验的持续危机 一直演变到现在 那么媒体都把它叫做四月危机 所以我们看这一轮一轮的 其实每一轮危机的时候 大家都在担心 会不会打起来 但是一次一次的 都没有打起来 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那个 在恐怖和平的结构之下 双方都在小心翼翼 但是都非常冒险的 运用着这个战争边缘政策 朝核问题白热化的现在 中国 朝鲜和美国的解决方案 分别是什么 用美国人的话讲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就是说 所有的选项都在桌子上 那言外之力 对军事手段也在桌子上 半岛无核化 能够实现 金正日本院长在世的时候 曾经非常深情的 震动的讲过 说朝鲜半岛无核化 不仅是我们党和人民的 坚定政策 而且是我们伟大领袖 金日成的医院 各方如何解决朝鲜 危机 世纪大家逃 下节回来 精彩继续 那么这样的一个 周而复始的危机状态 在根源是什么呢 你看在世界热点地区 比如说中东啊 现在包括乌冬地区 它没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朝鲜半岛 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它的根源在于 朝鲜半岛持续了 半个多世纪的 两种不正常状态 一呢 就是朝鲜半岛 迄今 依然处在战争状态之下 1953年的这个 临时停战协定啊 其实叫停火协定 停火协定在法律上讲的是 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 而且这个停战协定里边 就明文规定 停火之后 那么交战各方 要正式的谈判 签订和平协议 才能结束战争 各种战后处理 包括外国军队都必须撤出 志愿军是比较遵守协议 志愿军是撤了 但是美国军队 以这个美韩签署 同盟协定的 这个法律原因 理由 就还住在这 在法律上 而且在技术上 双方依然处在战争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应该讲 在近现代世界史上 或者国际关系史上 这是唯一的一个案例 就是战争没停止 但是也和平了半个多世纪了 第二个原因 是这个朝鲜半岛 依然处在冷战状态 尽管冷战 在全球范围早都结束了 但是在朝鲜半岛 是典型的 标准型的冷战 依然持续 那么如果想要 终结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周期 就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 必须从法律上 政治上 战略上 军事上 结束这两种不正常状态 就是结束战争状态 结束冷战状态 那么最近这些年来 我刚才讲了 本来这个危机周期 从这个冷战结束 1994年开始 好像每四年来一次 但是越往后走呢 危机的周期在缩短 危机的这个频率在加快 而且烈度在加强 表明了这个 目前朝鲜半岛的这种乱象 深刻的反映出 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 半岛安全秩序 正在进入历史性 结构性的变化时期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目睹 原本是相对稳定的半岛秩序 现在开始要变形了 但是转变的这个进程 它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驱动力 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解决朝核问题 或者说是按照谁的方案 来解决朝鲜核问题 简单的说呢 我们中国的方案 就是可以理解为两个彻底 第一个彻底 就是朝鲜半岛 必须彻底的销毁所有核武器 朝鲜半岛必须彻底的实现 无核区 第二个彻底 就是朝鲜在政治经济安全 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合理关切 必须彻底得到解决 说到底 你要想解决朝鲜核问题 就是你既要让朝鲜彻底弃核 但是你必须彻底的解决朝鲜 它那些合理的关切 这是中国方案 那么反过说朝鲜方案是什么呢 你们这些国家都得承认 我就是个雍和国 我们跟你们一样 我也雍和 也就是说朝鲜半岛 要永久的拥有核武器 这是朝鲜方案 那么现在朝鲜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要实现两弹 一个是原子弹和氢弹 就是核武器 还有一个弹 就是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这两个弹 那么第一个呢 原子弹或者是氢弹呢 我们把它比喻做炮弹 但是你光有炮弹的 你不能钻着炮弹冲上去 冲上去那炮弹也不炸 对不对 你还得有什么呢 把这个炮弹给打出去的工具 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按照美国方案呢 美国或者韩国的方案呢 就是朝鲜必须彻底销毁核武器 那么最后 还是要朝鲜半岛统一 销毁核武器以后 我不解决你的 和你安全关切 那么就随时存在着 这个韩国讲的这个叫吸收式统一 或者是说在韩国主导下的 不管是任何形式 无论是搞这个什么体制改变 就是那个小布什当时反复讲 叫这个所谓的叫 regime change 对吧 就是说我要改变体制 其实就是一个 以韩国为主导一个统一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三种方案 可能还有别的方案 最主要这三种 这三种方案 最后的核问题 咱别看这么复杂 最后这个核问题的解决 一定是按照某种方案解决的 但是不同的方案 对于未来的朝鲜半岛 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美国和中国 它的目标是一样的 无核化 美国也确实要无核化 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路径 那个又不一样了 用美国人的话讲 All options on the table 就是说所有的选项都在桌子上 那言外之意 这军事手段也在桌子上 那么中国的方案 如果套用美国这句话 也可以概括什么呢 All options but military on the table 也就是说所有的手段 但是军事手段以外 也就是说和平手段 也就是只能用和平手段 不能用军事手段 这就是区别 因此说目前朝鲜半岛 安全秩序正在进入历史性 结构性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 它的基本驱动力 就是怎么解决核问题 换句话说 按谁的方案解决核问题 因此在解决核问题上 坚持中国方案 绝不能含糊 而核问题的解决 根本上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半岛的和平体制 那么在919共同声明当中 就是这个六方会谈当中呢 我们第一次提出一个概念 就叫做 Permanent Peace Regime 就是朝鲜半岛的 永久和平体制 或者叫永久和平机制 那么这个永久和平机制 它要取代那个Armistates 就1953年的这个 临时停战协定 要由那样的一个体制 来替代现有的旧的安全秩序 也就是说 在这个朝鲜半岛的乱局 乱象当中 根本性的问题 带有左右大局的是两个问题 就是核与核问题 和平的核 和核武器的核 半岛问题多方博弈到现在 朝鲜和中国 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就是在韩部属 萨德反导系统 目前 萨德的核心设备 已经运动韩国兴州 它对朝鲜 中国 乃至东亚的安全危害 不可相觑 我跟韩国交流 我讲 我说你们说 我们是防务需要 我说萨德导弹远远不能满足你的防卫需要 但是你却深深刺伤了中国的安全利益 为什么 它连首尔都保卫不了 就覆盖不了 只覆盖200公里 把美国军事基地倒到覆盖了 但是首尔对不起 那个我管不着 这是这个 但是它要命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雷达 这个雷达探测差不多2000公里 就是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雷达 能够监测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弹道导弹 轨迹 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二的进程 前三分之一 由于地球的球表面积 在起飞初期的时候 它是不能观测到的 但是如果说 在中国或者俄罗斯的附近 安装上X波段雷达之后 那么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个导弹一起飞 就完全可以进入 它的几乎是全程的 发现跟踪观测的 这个测量体系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 一个战略不平衡 就是说呢 你的导弹一起飞 它那边就看到 但它导弹起飞 说你是看不到的 因此呢 这是一个反导体系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萨德问题的本质呢 不是一个刚才的 八连双的六个萨德车的问题 萨德问题的本质 是美国要在东亚 建立一个反导体系 那么我们知道 美国已经在欧洲 建立起了一套反导体系 我把它叫做反导之墙 为什么叫反导之墙呢 欧洲建了反导体系以后 把俄罗斯那个导弹 只要一起来 那墙就给挡上了 用那个 至少挡住一部分吧 就是反导体系能够 压住 压制住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洲间弹道导弹 然后这个 在欧洲建起来了 这相当于 建起了一个反导西墙 反导西墙即将结束 在2020年全部建成 现在翻过手了 又在东边 在我们东亚 也要建起这么一个反导的 叫我把它叫东墙 当反导西墙 和反导东墙 全部建立起来的时候 美国在未来的安全秩序当中 就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 就是你们都没有 都没有 叫我用东墙西墙 堵住了中国和俄罗斯的 大部分战略导弹攻击能力之后 那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战略不平衡 就是说 我打你的时候 我可以打 你打我的时候 我有两堵墙堵着你 这个是问题的要害 因此习主席跟普京总统 在一个联合声明当中 一针见血地指出 反导体系包括萨德 将打破全球战略平衡 和地区战略平衡 破坏全球战略稳定 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大的背景下 就是朝鲜要搞导弹 核武器和导弹 韩国要搞这个 引入美国的反导体系 这么一个乱景当中 标志着朝鲜半岛的 安全秩序正在进入转型时期 半岛安全秩序变化的背后 更大的背景是什么 所有的热点问题 其实都离不开 我们现在讲到的 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秩序 正在进入转型和重构时期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 实现国际秩序新旧转换 在世界秩序变和的节点 战争真的不会重演吗 世纪大讲堂下节回来 精彩继续 上一节 杨夕宇说 左右朝鲜半岛局势的 两个根本问题 一个是核武器 一个是和平体制 那如何建立半岛永久的 和平机制 要付出哪些代价 韩国新总统又能否缓和半岛紧张局势 世纪大讲堂这一节为您揭晓 朝鲜半岛的这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或者是安全秩序的变革 其实是当前整个全球秩序转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呢 更大的背景是全球的安全秩序在转型 其实我们在看世界所有当前的乱局的时候 都要有这个意思 中东的乱局 现在的乱局 它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中东的政治秩序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比如说伊拉克 叙利亚 他们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未来的结果一定会改变 不仅是安全秩序的安排 甚至会改变现有这些国家疆界的边界线 在乌克兰东部发生的事情 其实不是一个争夺克里米亚半岛的问题 实际上是欧洲政治疆界 或者是政治安全区的边界的重化 当前整个世界秩序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们正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困境 什么困境呢 就是现存的全球政治安全与经济金融秩序 越来越难以为继 但是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金融秩序远没有形成 这个时期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 每一次的国际秩序或者地区秩序的转换 新旧秩序的转换 都是通过战争 特别是大国之间战争来完成的 第一个世界秩序的出现 是欧洲大陆秩序 欧洲30年战争应该是文明史 人类文明史当中最大概应该算是最血腥的一次战争 最后由盛家 由赢家 这个奠定了欧洲大陆秩序 就签署这个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而这个秩序 它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则 到现在在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比如说第一次出现了国家主权边界领土 就这些基本的国际法的这种规则观念和秩序 那么这个欧洲大陆秩序不错 维持了欧洲大陆一百来年的和平 但是到了19世纪初维持不下去了 一场拿破仑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的结果 彻底颠覆了欧洲大陆秩序 最后形成了维也纳秩序 形成大陆军事格局 但是过不了几十年 这样的一个维也纳秩序 又维持不下去了 普法战争打破了这个维也纳秩序之后呢 形成了武装和平格局 到了1914年终于爆发了世界大战 那么原来的秩序又破掉了 人们都说一个塞维尔维亚热血青年 一枪打出了世界大战 这只是个表面现象 有没有那一枪 到了那个时候秩序维持不下去了 要建新秩序 它也爆发世界大战 我们后边就熟悉了 这个1918年这个大战结束之后 那么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制 这个秩序 这个最后被日本和德国打破 爆发了二次大战 最后胜利的结果 就是我们现在延续迄今的 雅尔塔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 以及他们后来的衍生体系 那么总的讲 世界秩序的转换 都是通过战争完成的 那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或者严峻的问题 那是不是还要发生战争 还得通过战争来转换秩序 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不幸的一代 但我们也是有幸的一代 就是我们将有可能迎来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 实现国际秩序新旧转换的 这么一个伟大时代 为什么我说 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完成世界转换呢 三个原因 简单讲 第一全球化已经使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高瞻远瞩提出来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理论 其实它既反映了历史的客观规律 也抓住了历史发展的潮头和方向 那么由于命运共同体 就会形成一个亦损据损 亦融共融的这个结构 它实际上使战争的成本和战争的门槛 不可思议的被大幅提高 大幅提高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位在冷战时期 一位美国的核物理科学家算过一个账 他说如果把美苏 当时各有一万多枚核弹头 如果把美苏所有的核弹都放到一块 我说这够奇葩的 他敢想 放到一块 我给他一块引爆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这场爆炸所对地球产生的推力将远远超出太阳对地球的引力 这有点咬嘴 说白了讲吧 地球围绕太阳转是因为太阳有引力 当你把那超出一个比你引力还大的推力的时候 地球自由了 走了 跟太阳说白白了 那么人类还能还能活下去吗 也就是说呢 他揭示了一个基本现象 就是现代条件下的大国之间战争 有可能摧毁人类自身 这样一个客观条件 就使我们和平地实现秩序转换形成的可能 那么第二呢 就是欧洲为中心的金字塔结构 或者中心周边结构 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 现在已经被网络化世界结构所取代 第三呢 就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力和共同挑战 其实越来越超越国家传统安全利益的这种争执 你不管恨不恨对方 喜不喜欢对方 你还得跟他合作 这样的一些因素凑到一起呢 就构成了我们有可能以和平方式 但是我强调的叫做 第一次有可能以和平方式 要想把可能变成现实 还得通过真正的努力 那就是习主席讲的 坚决反对赢者通吃 要实现互利共赢 互利共赢要形成国际关系的核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形成 以和平方式转换世界秩序 新旧秩序的转换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当前的一个 最大的这个背景 那么回到朝鲜半岛 我们要想实现以和平方式 而不是以战争方式 来实现半岛秩序的转换 就必须坚持 我刚才前面提到的 两个坚持 一个主张 朝鲜半岛乌合化 朝鲜半岛持久的和平稳定 中国的主张也非常明确 就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而且在解决这个过程中 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了 每一个努力 每一轮博弈 其实都是影响未来半岛安全新秩序的问题 这就是我对朝鲜半岛问题 以及它更大背景的一个 基本的观点和思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韩国新总统的上任 对于朝鲜的问题会不会产生变数 您认为 会产生非常大的变数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政治当中 美国政治我们都知道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就共和党 然后自由主义是民主党 然后韩国也有保守主义和政治 它不叫自由主义 它叫进步主义 就相当于美国自由主义 对朝鲜的政策要好一点 当进步主义遇到美国的保守主义的时候 这问题就来了 现在的变数是什么呢 这边是保守主义 克朗普那家 韩国母舰都押出来了 韩国新政府 它是进步主义阵营的 就是要对朝鲜实行相对的这种 温和的政策 这时候恐怕又 问题就又来了 就是说呢 这边要实行温和的政策 那边要实行强力政策 这时候美好矛盾 这三角关系就一下就出来了 因此呢 现在的这个韩国大选 新总统上台之后呢 第一 要给美韩关系带来变数 第二 相应的在萨德问题上 也要带来变数 尽管改变萨德非常难 但是这事呢 是一出长戏 就唱下去了 就这一出一出就演下去了 第三 南北关系会出现缓和 但是南北关系一缓和 他说又带来美韩关系的问题 那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杨老师您好 特朗普自去年上台以来 可以说对朝鲜的政策 一直是咄咄逼人 惊险咄咄逼人之势的 他恰而体现了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一个证实 那么您觉得特朗普任期内 是否会出台新的亚太政策 这些新的亚太政策 是否会比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太平衡战略的力度会更强更大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首先呢 特朗普在对外战略上 跟奥巴马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自己说的 要以实力来保障和平 我们看到的是 奥巴马政府八年 他的国防开支是曾下降的曲线 从特朗普开始 我担心或者我断言 他的这个国防开支不仅今年增加了 而且今后会持续增加 增加的一个原则基础 就是说他要靠实力来保卫和平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他同奥巴马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 首先亚太再平衡肯定不再提了 但是亚太再平衡里有一个政治遗产 他一定会坚持 那就是把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部署的重点 转移到亚太地区 加强在亚太的军力部署 这一条一定要做 但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对美国而言呢 他要做全球老大的时候吧 他就不能光盯着这个亚太这一块 他目前同时面临着来自三条战线的挑战 第一条战线 是来自以俄罗斯为焦点的 大西洋战线的挑战 第二 是来自以恐怖主义为焦点的 战略不稳定湖的挑战 第三 才是以中国崛起为焦点的太平洋战线的挑战 然后 特朗普的战略意图呢 就是说 真正能够挑战美国老大地位的 这是中国 所以呢 应该把这个美军的这个军力部署重点放在亚太 而很不幸的对美国在于 那两条战线从来就没消停过 而且不仅不消停 还越闹越热乎 这样呢 就让美国陷入一种所谓分身无数的困境 还有中东的问题 你看从叙利亚到IS 特朗普有一个时间表 必须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解决IS问题 就这些问题要解决 绝非易事 你怎么把这些主要的兵力 而相对而言哈 咱别看咱们周边狼烟四起 相对那两块吧 咱这块 还不是那么急迫 尽管这段是朝鲜半岛 啪啪啪闹起来 但我相信 他过几天 他又下去了 他的焦点 应该放在哪儿 他清楚 但是能够放在哪儿 真的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杨夕云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 世纪大讲堂 您给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 下一周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